由谷天乐、张志玲、郑嘉莹等人主演的电影《L风暴》在香港上映 当地时间8月23日 一众主演现身在香港铜锣湾举行的电影《L风暴》首映里 《L风暴》是该系列电影的第三部 谷天乐表示自己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对票房很有信心 做演员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然后这次丽布斯拍的时候还没拿到影帝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演员已经尽力去拍好丽布斯 所以对票房是养信心 在这部犯罪动作电影中不发打戏 早前爆出郑嘉莹拍戏时被同剧组演员打伤鼻子 他笑称都是小事 面对打戏时还是会尽力去做 小小擦箱整鱼的实有了 所以就都很正常的 这个是我们的职业 我们要有职业道德 因为我不是一个本身动作演员 其实那些动作排得给我的 差不多都可以做得到的 我觉得都会做的 在首营会现场 古天乐和张志玲回忆起二人的第一次合作 可以追溯到1995年拍摄电视剧天地男儿 二人感慨万千 8月27日是张志玲的生日 她说自己的生日愿望就是能和妈妈一起吃顿饭 我今年生日我妈妈在香港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跟妈妈一起吃顿饭 因为那天也是她生命中很辛苦的一天 对 所以很希望跟她吃顿饭 谢谢大家